各位朋友,大家好,前面做过一期节目,叫好消息Z Library恢复正常了,有人说我是标题党,当时通过Tao浏览器确实可以下载任何书籍,还有人说Tao是暗网,都Tao了还怎么算正常,很多观众朋友留言说下载中遇到困难, 我刚做YouTube,也来不及及时回复,请见谅 现在Z Library比以前下载图书确实麻烦了不少,但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障碍的 我有自己的电子书库资源,很少用Z Library,对于没有电子书数据库的朋友来说,Z Library毕竟还是一个不错的资源 下面我们进行实际操作一下,看现在如何下载图书 首先要打开洋葱浏览器 我建议大家用英文版,我亲测 就是个人感觉英文版比中文版的要快好几倍 那么点击一下连接,我们登录这个洋葱浏览器,大家看一下它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现在我们就连接上了洋葱浏览器 在这里,我们可以输入Z Library 用洋葱浏览器,我们看一下 就是Z Library,它官方发表的一些声明是能看到的 那么我们就是点击这一个 第一次连接可能比较慢,大家看一下 这里有Z Library的声明,它网站目前金支持 套和这个应该是2IP网络 i2P这个我没用过,我只用套 那所以呢,其他的 各位朋友可以试一下去怎么连接哈 我今天着重给大家介绍这个套浏览器 找到Z Library的网址 直接输入到粘贴到浏览器里面 点击进入 因为第一次无论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都比较慢 这个大家需要耐心等待一下 它一旦进去之后就非常快了 还是比较快的 我们随便找一个账号吧 直接进入 因为这个Z Library肯定要注册 不注册是不行的 大家看一下这个网速还是比较快的 这就进来就正常 大家就可以搜索任何一部 就是自己想要的书 比如你比如说前一阵子比较火的 叫风情不摇晃啊 那大家看一下可以搜 你看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哈 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需要说明的 现在这个通过洋葱浏览器 它支持的格式 像txt aw3 这些都不支持的 它只支持pdf 个人轻测是这样的 你比如这一个是txt 那这个就太小了 我们就不下载了哈 去看这一个 点击一下 那这一个它的格式是izw3 但是这个你如果点这个 直接点下载哈 往往是失败的 我们可以试一下哈 点击下载 你看这里面它下载不成功的 如果我们采取另外一种办法 比如说点这个小三角 把它转化成pdf 这个可能稍微慢一点哈 但是好在它不大 你看转换成功之后 大家看一下这就跳出来一个窗口 这是这个页面的反应 大家看这个 这个线哈 它一直在动 一旦它到达快到达这个终点的时候哈 那你这个点这个下载就非常的快 你看我们点下载 在这里呢 需要跟大家声明哈 这里面需要自己设置 我设置的是放在地盘里面的是迅雷下载 那我就 如果你那个不设置的话哈 大家看一下 如果直接就现在就保存 你没有设置好 你看它出现有什么结果 保存 你看客户端没有所需的权限 那所以呢 需要进行设置哈 我这里面是放在地盘的 讯例下载 那你看现在我打开这一个文件夹 我直接点保存 大家看一下哈 这里面是它的下载速度 大家看一下 好在它不大哈 反正是尽管现在是130140左右 大家看一下这个应该还算比较快的 大家看一下这个阴影部分慢慢在扩大 就是下载在进行当中 但是你要是用这个 AZW3的格式往往都是失败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因为我不是电脑专家 我就是自己用用哈 这个电脑下载经验告诉我pdf的可以下 大家看这已经完成了 我们打开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下载的那本书 大家看一下这里面它显示 此文件格式无法通过托放或右键单击转化成pdf 要转化成此格式 请启动 并转到文件创建 这一大堆我也不明白什么意思 但是我最近发现哈 这个是我们刚才下载的书 如果把它的后缀 其实这种后缀哈 大家看一下它是gtm 其实没有这种格式 按照它这个网络上的是gtml 那我们把这个后缀给它直接改成pdf 看能不能打开 它显示如果扩展名 可能导致不可用 确定要购买吗 我们就确定改一下 去看看哈 现在这一个已经变成pdf格式 我们打开看一下 你看现在它就能打开 这里面哈 它就是pdf格式 尽管这一个不是原版的pdf是转化的哈 马马虎虎也能看 你看它总共是500多页 其实实际出版的书应该是200多页吧 大家可能这个字体比较大 我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这个中间空的位置很大 可能老年人比较喜欢这种比较大字的哈 但是它占空间 反正是总比没有资源好吧 我记得这本书 在前几天就是那个叫新闻 刚刚出现的时候哈 全国图书馆联盟上面 还能够下载 虽然一次可以下载的50页100页还可以 但是这两天上去一看完全消失了 没有没有这本书了 就是下架了吧 这是下载的书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其他的书是怎么下载的 我们把这个给关掉 我们随便再输入一点什么 搜一下 看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些教材 我们随便找一本不太大的 就就就下载一下 我们看这一个 这一个不大 1.87m 我们就试试 它是pdf的 你看这个格式pdf的 不用转换可以直接下载 打开 你看这里面点击下载 你看他直接就跳出这个页码不用转换 那这里面你点击这一个 你看现在就出来了 我们点击下载 这里面 这里面选择下载 我设置的就这样 直接保存就可以了 大家看这个下载速度 好在只有两兆不到哈 这应该很快 现在下载完成 我们去看一下这本书 最后就是我们下载的书 如果直接打开 还是不行 大家看一下这个格式跟刚才是一样的 那所以我们还是给它改后缀 把这个后缀给它改成pdf格式 点确定 点确定 那这一个我们现在看能不能打开 哎 这就是刚才我们下的那本书 麻省理工学院的 还可以 这个原版就是pdf 他比那个转化的pdf 要内容要好看 要清楚的多 大家看一下哈 这个关键是这个字迹大 你输出到百分之百 可能就是跟原版就是一样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我还可以哈 这个效果还可以 这是下载的这样的书 那我们再试试其他的 我们再试一下 我们再试一下比较大的书 我们有繁体字搜索 唐宋词 兼商词典 直接搜索一下 这个我是下过的哈 大家看一下这里面 第一卷 第四卷 第二 一二三四 大概是四卷 像这种繁体字的书 你看他出版年月 2019 2020 2019 2020 这在大陆的书记库里面哈 就是书库里面是很难找到的 因为大陆的书库哈相对比较滞后 2018年之前的比较全 一八到二三 这中间的新书是比较少的 那么随便打开一个哈 先看第一卷 由于他比较大 大家看一下这个格式 它是一批 右臂格式的 一批右臂格式 还是下载不了 我们点直接下载 看出现什么情况 你看现在是下载失败 那不行 那不行 我们把它就清除掉 清除掉 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有个三角 如果你下载不了的话 点这一个 把它转换成pdf 这个转换应该是比较慢 这本书应该是 内容很多的一本书 不过他现在就转换好了哈 大家看一下这里面 这里面你要等 等到这一个 这这这一个阴影部分 你看他走的比较缓慢 一直走到这儿 比较好 为了节约时间呢 我就把这个给省略掉 现在就是可以点 直接点下载的 你看下载 大家看他后缀哈 还是gtm 这个保存到训练下载 我们是可以保存的 现在保存一下 看什么结果 你看这个他也是能下的 大家看一下这个速度哈 现在显示比较慢 原因呢 我估计是这一个 还没有反应过来 你看他多少页 没有反应过来 我上面做了一次清测哈 就是大约 这一个要完成 差不多完成显示页码的话 要十七八分钟 大家看一下 现在是85kb 这样下载这一部书 要22分钟左右 改完后 最结果是这样的 他这一部书有1119页 因为他是epub转化过来的 可能这个字哈 大家看一下 就比较的大字比较稀 你不管他了 反正这个我们要了解这个内容 总算能看到这本书吧 这大致就是这么一个下载的方法 大家可以按照这种办法尝试一下 因为现在我的油管呢 看的不多 我就懒得加字幕了 因为加字幕非常繁琐 要先自动获取字幕 然后修改 然后再导出 然后再输入字幕比较麻烦 反正现在油管上也不挣钱 我就给大家把信息分享一下 大家按照这个步骤可以自己去摸索一下 有人说洋葱浏览器是暗网 我也搞不清楚什么原因 大家看一下哈 在这里面 如果懂英文的哈 能看出来 我把它转化一下 我登成这个中文网址 这里面有设置 我们把它的语言改成中文 你看现在是英语 因为英语的速度比较快啊 就我们改成简体中文 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网址 重启一下 中文的相对比较慢一点 那大家看一下哈 这里面的他说 套浏览器是一家美国的非盈利机构 致力于通过开发和部署 自由且开放原代码的匿名和隐私技术 为其不受限制的可用性和使用 提供支持 促进其在科研领域和大众的知名度 来支持人权和自由 反正这个大致就这个意思哈 有人说他暗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称他为暗网 他不就是一个浏览器吗 跟什么谷歌浏览器应该是差不多吗 其他的我也说不太清楚哈 反正也不用他干什么坏事 用他通过他能登录 zlibrary能下载图书 我感觉还是比较好的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大家如果在zlibrary下载图书 有什么困难的话 你可以留言 也可以按照我的方法尝试一下 有任何问题 欢迎你留言 谢谢你的观看 再见 再见